拜登此言一出 全场共和党籍议员 嘘声不断 新任中院议长麦卡锡 坐在后面听得直摇头 共和党众议员葛林 更直接起身 指责拜登是骗子 葛林除了痛骂拜登是骗子 还站起来对他比出道赞手势 甚至在推特上 发出一段会议开始前的影片 只见葛林拿着白气球 推文中还写着 这只是一颗无辜的气球 嘲讽技能点满 表达他对拜登政府 处理气球的方式存疑 他也告诉媒体 总统欠人民一个道歉 一个解释 他欠美国人民一个严肃的 未来如何解决 中国大陆问题的计划